文老君 众所周知 我的粉丝私下都称我是 люд說解的莫波桑 disappointed文字的小包 像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熱可可 为了保持人设不哺坛 我私下都会找一些剧名出感 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但就是感觉特别符合自己文化人身份的电视剧 是的 今天我们就要盘点那些剧名富有私意的国产剧 注意 市里的剧名并不和剧本身质量化ники 由于剧名自带滤金的影视剧实在是太多了 硬要本期盘点依然带有较强的主观和娱乐性质 好的话不多说 开始 第十名 并编不是海桃红 关于并编剧名的起源 有两种解释 一种说法是 不是女子常在并编别一只海棠做装饰 因为伤戏蕊是男儿郎不是女娇娥 所以又不是相隔 也有人说 他很大肯定源自京剧传统剧目 牛龙戏风中尺度颇大的 宴曲名场面 我与大剑场 茶 茶上这只海棠的花 虽然并编没有确定的诗集底部 但寥寥七次 却写进了筋骨交错的王府戏楼 写进了丹寇执拈 将半身妇女园的京都名林 一气一笑 一拼一簇 都在她的水秀节 象征苦恋与离别的海棠花 又被称作断肠花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月台等待商戏蕊的二爷 看到了北平漫天的大雪 都化作她矮矮的思念 其实她会不会出现 她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略显遗憾的是 冰边不是海棠红 完全展示不出我们这个 肯酱肘子黑森林大牛排 夸掌花生米美国小饼干的 北平吃播 我建议改成 嘴边不是肘子酱 第九名 海棠金羽烟枝透 出自宋代宋旗 春日既有词 锦缠道 燕子宜南 堵园林万花如秀 海棠金羽烟枝透 春色蓬勃的园林 监狱的海棠 红丝烟枝 进入了慈人春日出游 吃醉春色 及时行乐的人生旷位 而电视剧里 女主恰好名叫顾海棠 背景恰好设在 江南烟枝制造 小作者巧妙地将 人民之野化用尽词内 文学功底 深不可测 一人之下 更是留下了 海棠金羽烟枝透 花间几乎 放大处 浪浪上口的 千古灵堆 而一个透字 看似描摹的是 金羽洗礼 敌力双血的海棠 实在于本局 顾海棠所要面对的挫折 与层长两大祖旗 高度契合 折射的是顾海棠的 通透灵透 金银剃透 略显遗憾的是 海棠金羽烟枝透 顾略了伤海浮沉 家仇国恨 兄弟反目 骗婚夫妇的 聚集大体量 更少了男主和大哥 抢嫂子的 代感设定 建议改成 和嫂子的二三事 第八名 问君能有几多仇 黎玉的代表作 李后主的绝命词 他是南唐后主 是王国之君 是满腹诗词 却无治国之难的阶下诚 更是故国不堪回首 却又不能不回首的 末代君我 电视剧原名 问君能有几多仇 又名 太江山 我爱美人 现在改叫GG的 李后主与赵匡颖 略显遗憾的是 剧中写王国之音 故国之念的礼遇 却也是怀疑鹅皇 疏远鹅皇 和鹅皇妹妹偷情的不知仇 将一时悸动 都交代在 橱州湖畔的 青色少年赵匡颖 只剩下了一方 惨贵蝴蝶的秀帕 与空仇一生的死命 建议改成 渣男乐 第七名 秦时丽人明月星 讲到底啊 这部剧的名字 以前我就从来没有念对过 魔改字温诗人遗著 秦时明月前传 也是3D动画 秦时明月的灵感来源 电视剧原名 丽姬传 现改叫 秦时丽人明月星 不是秦时明月丽人星 短短一个丽字 异于三观 既是公孙玛丽 又是迪丽乐霸 更是让银正甘心接牌 金颗白日刺琴的 一颗丽人星 略显遗憾的是 秦时丽人明月星 过分强调了 公孙玛丽的主观能动性 忽视了为爱 整卧台阶 对嘴逃位 王公追逐的千古遗迹 他已经渐渐忘记了 自己历史书上的固有形象 在这里 他是秦总 是吃口水 是人皆扳手 寡人一定会等到 你心甘情愿 与寡人共勤的那一天 所以建议改成 我是我 他是我 你是我那我是谁 我是我 他是我 你是我那我是谁 第六名 香蜜沉沉 静无双 香蜜绝对属于 小剑的那种 第一次看觉得不合适 随着剧情推进 越来越有感觉的名字 他写满了 两人深深于不义的思念 写满了 紧密为旭凤 尝遍人间疾苦的 三世之力 和那个年代 望无人流行的 启示格式 他似乎在说 旭凤涅盘 和紧密因 香蜜相识 又似乎在说 开始大把撒糖 糖又多又沉 最后一看 全是皮霜 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双是锦尼的本体双花 原来双花是 伦儿的命中注定 发飞发物飞舞 伦儿爱上了火花 一千灵异 伦儿爱上了花一诗 因为遇见你 伦儿爱上了绣花 海棠金玉胭脂透 伦儿爱上了海棠花 伦儿 一个注定与花 纠缠不清的 花仙子 而一千个人心中 有一千个想给 香蜜改名的想法 什么翻滚吧 火龙果 龙帽圈的三角链 二奉细花 等等等等 那么你觉得呢 请把你的想法 搭在公屏上 细五名 花蟹花飞花满天 居民取自红楼梦 林黛玉所作藏花银 花蟹花飞花满天 红香小段有谁脸 名为永花 实则写人 是黛玉感慨 自身遭遇所作的爱因 是雪泪怨怒 凝聚的集合体 而电视剧里 何蕊东饰演的角色 恰好叫花满天 朱一龙饰演的角色 恰好叫花无蟹 与小童饰演的角色 恰好叫花飞羊 张星宇饰演的女主 恰好姓谢 试尾 这部剧不叫 花蟹花飞花满天 他还能叫什么 啊 这落寞的名字 这潇洒的感觉 每当三更半夜 酷暑难以入眠 花蟹花飞花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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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念上几遍 是不是就有了一种 清凉的感觉 跟海上金鱼胭脂痛一样 虽然剧集名字的文学素养很高 但跟我剧集本身一点关系也没有 当每次花满天 花无蟹花飞羊名字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感叹 瞧 他又在演词了 许自李清照如梦令 昨夜语书风筹中 词人和侍女的对谈 按照原著作者关心责乱的话说 他希望描绘一个像词中 拥有李清照一般 悠闲 洒脱 慵懒生活状态的圣灵来 在李教 名声 三从四则的古代女子图鉴下 不断承受着失去 凝刃 放弃的痛苦 但依然有着善良 温暖和清闲的态度 正是我们对 知否运谈的 气局和气派 也有很多网友说 因为剧里成婚的婚妇习俗是红男绿女 所以才有这句绿肥红瘦 翻译过来也就是 男孩子瘦一点 女孩子胖一点 幸福生活更美满 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第三名 人间之味 是清官 出自苏氏 观世虾 戏与邪风作小 故事要从苏氏和友人游山说起 清茶野餐的风味 让他诗性傲然 一盏乳白色的香茶 搭配一盘飞翠般的春书 啊 果然人间最优味的 还是清淡的关于啊 于是他挥皮卸下了 人间之味 有清欢 电视剧改成人间之味 是清欢 无伤大雅 分别是指男主 丁人间 男儿 宅之味 和女主 安清欢 海棠金语 烟之头 花间醍醐 方大厨 花谢花妹 花满天 人间之味 是清欢 妙啊 他更是诞生出了 智慧和清欢 才应该在一起 人间还是和清欢挺好的 毕竟智慧太年轻 清欢也许是喜欢滞味的 调味料CP 修改意见 我没有 第二名 寂寞空庭 春雨晚 出自唐代诗人 刘芳萍的春远 寂寞空庭 春雨晚 梨花满地不开门 一首七晚哀凉的宫院诗 音唱着无人听见的 深宫小调 是春晚花落 天空门眼 是孤寂的少女 眼泪洗灭 那个少女便是她 正麻痹 距离的她 不懂寂寞 不守空庭 并且永不迟到 她是纳然如若口中的 一身一代一双人 是康熙掰花瓣 都想弄清楚心思的小宫女 是黄尘内 无孔不入的梨花落 更是寂寞本末 略显遗憾的是 寂寞空庭春雨晚 听着满心落寞 与电视剧里的春色 十分不符 建议改成 欧罗拉 第一名 虚敬欢 虚敬欢取自李白 枪敬酒 人生德语虚敬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 他是年度最佳作词人 清廉居士 是三级千年长醉不行 他要领营三百倍的 新鲜太白 用他命名 有热情张扬 浓烈的情绪色彩 有自己人生 乐国当下的率直态度 才要完美符合 虚敬欢 我想一定是他 零香敬 零防腐剂 零人工色素 百分百果蔬制 只用水果玩花样 吃到嘴里绿色 健康的 虚敬欢 茉莉水蜜桃的深渠 蓝莓酸奶的深蜜 富红子的热情 牛油果的春雨 以及 踏踏踏踏踏 总有一款 让你称心如意 真正满足 各种口味需求的 虚敬欢 冰之灵 品强的同时 插上耳机 搭配音乐之王子 独一无二的声线 对枪金球的 再演绎 人生想起的那一刻 大鼓孤俊流淌 这个夏天 我只想说 卖它 吃它 我是罗军 喜欢我 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 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 你就点个赞